发生在5月底和6月初的 各位听众 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新冠病毒疫情及其经济后果等内容之外 重点关注的国际话题有 北非地区基地组织头目被法国军队击毙 美国国内反种族歧视抗疫活动进一步扩大 利比亚内战局面可能陷入僵持等等 关于中国该报社论作者阿兰华顺发表专栏文章 认为全国人大将制定港版国安法 是想把台湾和香港这两个在经济上成功的 民主体制形成的反面例证 拉上共产主义的轨道 总部社在香港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Jean-Yves Erdbead发表专栏文章 认为其千里地之外的非洲裔美国人佛罗伊德之死 引发的风波淹没了香港的声音 全国人大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 是否意味着香港特殊性的结束 一国两制是否已经是落日余晖 阿兰华顺的文章写道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 1997年到2047年间 香港应当享有特殊的高度自治地位 香港有自己的宪法 港人继续享有公共自由 而且司法独立 在香港这种法治国家的框架下 任何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打赢与政府的官司 香港泛民主派无论是老一代还是青年一代都清楚的意识到 北京是想让他们害怕 想让他们住嘴 让他们屈服 中共以2014年和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和其中的暴力为由 想让香港的法治国家窒息 让香港的民主诉求噤声 国际社会不会有反应 因为欧美都正各有所忙 那些视香港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的西方公司也会继续留在那里 在经济上 香港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93年时的27%下降到2019年的2.7% 作者认为北京这项决定复合习近平2012年2013年上台以来的逻辑也就是逐步蚕食香港的自治 中国国家主席努力加强党的领导宣扬专制治理模式的优势将这两者说成是经济起飞政治稳定的关键 于是在民主体制下取得经济成功的香港与台湾就成了反面立正 是不和谐的声音 是反面教材 应当让他们回到共产主义的正规 文章写道 核心问题首先是政治 其次才是经济 香港法律专家陈文敏向金融时报表示没有香港拥有的自由就没有香港的经济成就 但是习近平就是要证明恰恰相反 香港如今被纳入庞大的粤港澳大湾区计划 习近平思想认为专制既不影响经济发展这一点中国已经证明 也不影响科学创造及高科技主导的经济崛起 在政治领域对一切批评声音的疯狂打压并不影响科学与高科技领域自由思想充分发挥 这篇文章指出2047年是香港自治地位的终点 也是西方幻想的破灭 西方曾经幻想中国经济的成功会促成一种政治上的自由化 从而宽容民主在香港落户扎根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是这样 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被警察跪压致死事件 持续在美国各地引发反种族歧视抗议示威 汉学家Juan Yves Erdbees认为 弗洛伊德致死的一个后果是 30年来香港首次无法让北京当局想起他1989年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的罪行 文章写道 近日中国各地亲政府评论员反复播放纽约布鲁克林区警车在示威人群中强行通过的画面 批评特朗普与蓬佩奥表里不一 一方面谴责在香港发生的镇压 另一方面却以强硬手段对付美国的反种族歧视者 但文章就此指出 提到收成标准 人们也可以提问 为什么中国批评美国警方的暴力却支持香港发生的警察暴力 中国如何可以一方面谴责种族歧视 另一方面却将百万维吾尔人关进新疆再教育营 导致弗洛伊德窒息而死的警察与其同僚将被送上法庭 而港人希望调查警察暴力的诉求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文章认为 导致弗洛伊德窒息而死的警察不仅是犯下杀人罪 也不仅仅要对受到封关防疫措施影响 以及失业冲击的美国重新出现族群紧张关系负责 他的行为也导致在11452公里以外的香港活动人士窒息 倘若这名警察当时听到了弗洛伊德求助的声音 世人今天本可以将目光转向另一个事实 那就是30年来香港首次不能让北京想起他1989年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的罪行 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用一名非洲裔美国公民被剥夺权力来为香港公民在党国体制下被剥夺权力辩解 这不单单是双重标准更是双重不公 以上是法国报纸这样 广东清源公安 星期天到异议人士张武周家里搜证 他妹妹张维处不瞒警方办案首法 与公安当面对质 那现在我问一下他是刑性知识罪 那么法律哪一个条款规定他的刑性知识罪的那些罪证 有可能藏匿在家里的 远及湖北的张武周上星期四六四事件31周年当天 在广州白云山风景区展示乌网六四撤回恶罚等标语 纪念六四周年以及反对全国人大授权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 并把照片上载微信群 他那时候他就一早就出去了 然后去广州白云山那边他举的那两个牌子吧 他回来跟我讲的 他说那边人也挺小的 没有人过去干涉他 公安以张武周涉嫌扰乱公共哲学为由 上门把他扣查 其后转为刑事拘留 罪名更改为寻衅滋事 星期天的行动里 公安未能发现涉案的证据 张武周的弟弟五年前在看守所积压期间离奇死亡 促使他走上维权路 两年前广州女律师孙世华被公安殴打羞辱 张武周作为其中一名关键目击者 去年被裁定寻衅滋事罪成 判刑一年四个月 早前刑满出狱 家属表示担心他会受到前科所影响 被当局严惩 六四一直是很敏感的一个话题来着 这两三年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又搞得轰轰烈烈的 两些事情搞得一起 但没办法 有些事情你要想你人的自由的话 你肯定要付出一点代价要那个的了 两年前六四纪念日前夕 湖南福州维权人士陈思明 以当地公院里一部坦克为背景 拍下悼念六四的照片 引起广泛关注 今年六四纪念日前夕 公安把陈思明带走旅游 直到六四过后才放人 但他随即在福州兰云亭 举牌纪念六四 并发表公开信 湖南异议人士欧标峰证实 当局已把陈思明行政拘留 那个陈思明的话 已经确定是被拘留15天 他已经这是因为今年六四 已经是第三次行政拘留 至少陈思明他的一直是非常的坚毅的 他是体力每年六四都会要去进行这种纪念 有什么风险有什么后果的话 他估计他自己也考虑到了 他也愿意承担这些后果 所以这个非常令人敬佩 陈思明三十一年前 曾经在逐州参加游行 声援当年的北京学运 他在公开信提到 三十一年过去了 然而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 没有也不会过去 盼望中国早日结束一党专政 实现民主宪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 香港报道 新的朋友 6月9日是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一周年 中共高官张晓明日前为港版国安法辩护 称北京这样做是为反对派和激进分离势力所逼迫不得已 他还以罕见方式警告香港 2047年以后香港会怎么样将取决于港人的表现 而香港民众则将在6月份集结力量组织一系列抗议活动 香港民意研究所 对新进行的调查发现 有67%的港人对争取民主的决心有分无减或起码决心不变 而从六四维员烛光晚会等活动中要求香港独立的呼声比过去更加强烈 香港200万三罢工会联合阵线6月6日宣布将于6月14日发起全港首次罢工公投反对港版国安法 与此同时香港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也会在同一天举行罢课投票 如果超过六成投票者支持罢工罢课将分两个阶段实施罢工 目前参与投票的工会有23个200万三罢工会联合阵线 是一个由香港市民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自发建立的民间组织 目的是为未来发动真正的大罢工 此外据港台消息 香港离岛区以外的17个区议会的超过300名民主派区议员举行会议 通过要求撤回港版国安法的议案批评该法会摧毁一国两制 同时全港18个区中的11个区议会也通过临时动议 同意推动公民议政平台 而特区政府发言人6月7日发声明谴责上述团体的做法 指责他们公然鼓吹港独自决公投等主张 同时明显破坏国家统一分裂国家的活动 是挑战基本法及一国两制 另一期报道香港学生团体学生动员 原定周日第6月7日举行九龙区的游行 但遭到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 只得改成下午在尖沙嘴钟楼等香港多区摆放接站 呼吁市民参加该组织计划6月16日发起的大游行 主题为重申五大诉求勿忘意识一致 学生动员发言人何诺恒表示 举办游行的目的是在6月一周年期间 呼吁港人重新走上街头表达诉求 以达致香港独立 对于警察用限聚令禁止游行 他强调不会害怕打压 香港大学学生会上星期四第6月4日 在校园内延续过去的传统 洗刷国伤支柱 及重新游击太古桥上 冷血涂成烈士阴魂不朽 世间豺狼民主星火无灭的字句 提醒同学中共政权的残酷不仁 大学校园作为言论自由的最后堡垒 必须守护六四屠城的真相 也是希望能够印证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历史 也是鼓励各位同学去肩负起 他们作为社会栋梁的一个责任 能够继续为香港的前程去尽一分力 香港六间大专业校的学生会 六月五日举办题为恶法将至风火再起的联校论坛 回顾去年反送中运动的抗争 探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对未来社运的影响 香港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爱宜 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平等嘉宾应邀出席 约一百名大专学生参与论坛举行期间 务实高呼民族四强香港独立等港独口号 香港大学学生会的会长在论坛开始前 带领多间大专业校代表发表联合宣言表示 警方去年重兵包围中大和领大两间大学 酿成人道灾难 近日北京又以港版国安法企图消灭意见声音 包括允许中国国安机构在香港设立部门监控港人 又试图令香港人不敢再寻求国际社会的接触 宣言表示学界希望香港人真会勇敢向极权说布 今年6月4日香港人已经展示了不惧强权的一面 竹光在香港各区开花 悼念六四惨聚31周年 学界未来将会与香港人奋战到底 香港本土派哲学组织好青年荼毒史成员 朱文在论坛发言表示 经过今年的北园六四烛光集会 香港民族共同体终于被确立 终于出现一个无大台的六四集会 发挥反送中运动 不用等大台的抗争模式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 所以一边有人呼喊建设民主中国 一边有人叫香港独立的口号 中共高官找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 在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上研讨会上说 人大常委会无论如何也会完成香港国安法的立法 给一国两制装上杀毒软件 对此香港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主席胡志伟 批评说党版国安法不是张晓明所说的杀毒软件 而是香港的罪毒软件 担心在港设立国安机构 是为监控党人 对于张晓明提到北京 不会挪知罪名及任意入罪 胡志伟质疑内地维权人士谭作人 北陈律师王全璋 及意见作家刘晓波都被控 颠覆国家政权罪早已证明会以言入罪 香港民主派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议员表示 张晓明解释中央立场时杀气腾腾 把过去几年香港民众争取民主的抗争 定性为分裂国家 有境外势力介入的动漫 但没有反思特区政府的管制失败 即失证错误不能令国际社会信服 对于张晓明所说 任何国家都会毫不手软打击危害国安的犯罪 并举例称俄罗斯以铁血手腕对付车臣武装 杨岳桥认为张晓明举这个例子 应该是为今后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做个铺垫 听众朋友 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 反送中周年 港人潜伏后继再反港版国安法 由肖难编多 感谢FARPACE的基础合作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听众 2020年的6月4日 香港每年一度的维员烛光纪念晚会 30年来首次未能获得警方的批准 尽管警方提出的理由是 新冠病毒疫情下的限聚令 但在北京决定绕过香港立法会 由全国人大全权制定港版国安法的背景下 这项禁令尤其有其特殊的意义 然而禁令没能阻止港人燃起烛光 在维员 在各地 也包括在台湾 2016年移居台湾的港人 钟慧沁女士 是台南绿餐厅窝传居的店主 他虽然选择了去台湾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但没有忘记港人坚持不懈的民主抗争 餐厅二楼是他组织文化活动 帮助台湾人了解香港的平台 他也将香港近年来无大台无领袖的社会运动模式带到了台湾 自主发起了在台北自由广场遍地烛光道六四的纪念活动 六月四日晚 这场没有任何组织动员 只靠口耳相传聚集起来的活动一度吸引到两千人 钟慧沁女士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钟慧沁女士您好 今年的六四您在台湾自主发起了一个六四纪念活动 叫遍地烛光道六四 采取的是这种香港从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的无大台的形式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无大台无组织的个人发起的纪念活动 大家好 那我觉得要先讲一下就是过去台湾也有不同的团体办六四的晚会 或者说一些的活动 但是当今年我发现没有团体要在广场上面办的时候 加上香港的政治状况 那我们预期在维多利亚公园不太可能点起那个蜡烛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香港人还有一个是四十年代出生 有见证过六四的一个中年人 有责任把那个新活存存 然后在一个自由的空间 再把烛光在一个广场上面点起来 那所以我的初心就是想要在代表自由的广场上 把那个拉筑点起来 邀请自己认识的一些香港朋友 然后也是通过朋友再邀请朋友这样的模式去发起的 后来因为发现也蛮多人想要加入的时候 那我就兼职就是学习香港年轻人过去一年 创征的精神就是五大财 就是一个社会运动更健康的成长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出力去参与 当然有一个人邀请发起 但是你要怎么样参与 就是每一个人自己可以记住的 所以我就不太像香港这样有一个主办单位 那当这一次在家都是自己种的去参与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自己带不同的拉筑去 用自己的一些方法去纪念六四 用自己的方法去参与自己香港 我觉得那个晚上是很漂亮的 您是今年是在台湾纪念六四 除了这个地点的不同以外 那今年的六四纪念在您看来 它的意义是不是和往年也不一样呢 当然是不一样 因为过去在香港我们去参与六四晚会的时候 当然刚开始的二十年 我们都觉得是一种 你说当然要出来挺中国维权人士的一个机会 只是当香港的民主也开始被打压的时候 尤其经过雨山运动之后 那我们知道在维多利亚公园去讲六四 可能也慢慢成为一个中国大陆 等要把我们灭身的一个可能性的时候 那我觉得香港人就开始有一个准备 有一天中共一定会打压我们 然后到今年香港政府用疫情的关系 去拒绝批准去维多利亚公园办这个会的时候 大家当然很生气 然后也看到这一年 只是香港的中复是只要有人出来 做一些集会的动作 无论你的主题是怎么样 警察都可以不理性的去用暴力 去抓人打人伤员 那我觉得今年 无论我们人在香港还是在外地 我们都有超过参与六四的纪念 同时想要把抗争的力量延续下去 就是要对抗中共的打压 我觉得也是说 无论是31年前的六四 还是现在的香港 我们构同面对的要抗争的对象 其实都是同一种 就是中国政治 所以我们有一句口号 一定需要在广场上面喊 就是结束一党真正 香港其实自雨伞运动之后 有些人对这种纪念六四的形式 有一种怀疑 还有人也认为 应当把香港人的民主努力 和中国内地的民主未来切割 从香港今年的这个纪念六四的活动 在打压禁止的情况下 仍然有人参去点起烛光 这样来看 就说实际上 无论是内地 还是香港的这个民主努力 其实是共同的 对 还有我觉得 他们要切割的想法是 他们很看拒 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觉得那个 是别人的家里的事情 那当时我在台北办这一次 今天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也需要带出一个内容 就是第一在体积上 香港还是在中国的下面 在香港可以独立之前 我们还是在中国体积下 所以我们也需要尽力的把中国 推进民主化 第二就是无论你有没有法系当成中国人 那个国家在发生的一些残暴的事情 还有他也没有承认过自己 要这样的可怕的去屠下自己的人民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人 我们是有责任 还有需要去理解 比赛受难解的家属 在过去三十年 是被打压 不能连哀伤都没办法公开表达 那我们是有需要为他们发生 那这个是作为一个 追求普什加吉的一个人 需要做的事情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讲 追求民主自由 是普什加吉的时候 更不需要分的痕迹 这个是人家的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跟这件事情 有同理心的连结 有情感商的连结 我们就需要去参与为它发生 您对六四有怎么样的印象呢 因为1989年的时候 其实您还是少年 您应该是16岁 那个时候您是不是意识到了 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 因为1989年的时候 刚好就是香港要面对 中国跟英国签出中英联合森林吗 就是他们已经在讨论 把香港交回中国的时候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只是我们要搞清楚我是谁 我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 还是什么人 八九明月发生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知道 我只是一个留着华人学艺的香港人 就跟可能同样的华人 住在新加坡 住在美国 住在马来西亚 或者说其他国家 不等于他就是中国人 或者说是现在定义的中国里面的人 所以对我来说 最大的冲击就是第一 搞清楚地底是谁 然后第二就是发现 原来一个民族活得好不好 不只是有饭吃 有物质生活 有疏毒而已 原来自由民族 是我们必须要用生命还来的一个东西 不是从天掉下来的 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有意思地去认识社会运动 慢慢地从可能参加流行 或者说一些社会运气开始 就进入社会运动这样 香港近些年来社会运动不断 一直都是在维护 至少是香港已经享有的自由 这些活动您是否一直在关注 是否有参与呢 我一直有关注有参与 当然是不同程度的参与 坦白说我也过去在香港 也不是跑到很前线 或者说很中心的位置 但是我都是有一批参与 比如说东北收地的抗争 还有我们大雨山发展的抗争 那我都是有在小组里面的 所以对我来说 我选择来台湾生活 不是因为想要离开香港的政治 反过来是想要用 透过开一家绿餐厅的概念 把一些土地的语题 关于餐具那种中国式的发展 还有就是怎么样把一些的社会运动的力量 透过餐厅 透过港台文化交流的活动 跟台湾人有一个更深层的交流 那为什么选择在台湾做 为什么不在香港做这样的努力呢 因为其实很现实来说 第一如果我要透过绿餐厅 那我要是用本地食材 还有用当时令的食材 但在香港真的很有限 还有香港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都是纯粹 可能除了美国New York之外 如今是最贵的一个地方 所以一家独立小店 在香港是很难生存 这个是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当时我确定要来台湾 那时候是2016年 我自己就开始计划了 那那个时候我已经走过雨伞运动 我自己就觉得 可以跟台湾人更多的交流 帮忙去推动护台抗中概念 所以更有帮助香港的社会运动 因为台湾跟香港 其实已经变成纯寒指望的阶段 就是说只要台湾守得住 香港还有希望 因为香港在体系上 都已经属于中国了 台湾它体系上 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只是中国不承认而已 那当时只要台湾守得住 它可以一直往更民主 更健康的体系走下去 成为一个国际承认的国家的时候 那香港人的抗争 真的才会有希望有出路 那如果台湾都被中共 可以买下来 或者是用中国代理人 把台湾拿下来的话 香港在抗争 就少了一个伙伴 所以当时我就是想要 超过过来抗产品的概念 然后推广港台文化交流 那您从在台湾生活的这几年来看 您觉得台湾的确面对这样的危险吗 就是被中共代理人收买的 对 很明显啊 所以昨天我们霸函成功 我们都很开心 传台都很开心 香港人常说呢 自己是借来的地方 借来的时间 那现在台湾对于香港人来说 是不是又成为一个新的借来的地方 借来的时间 我只能说对我来说绝对不是 香港尤其透过这几年的抗争 我觉得香港人都很确定 香港是属于香港人的香港 所以我觉得反过来 我们70年代出生的中年人来说 可能我们小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是无根的一代 无论你住在香港还是住在美国 好像都一样 但是我觉得反过来 经过这两年的抗争活动 我觉得更多的香港人更清楚 我们的根就是在香港 但是这个香港是属于 我们香港要努力经营出来的香港 然后我们有一般商人搬来台湾 我不能够代表所有香港人 但是对我来说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台湾 还有就是我在台湾的朋友本来就很多 所以对我来说台湾也是我的家 那尤其经过这一两年在台湾的生活 还有参与台湾的社会运动 我觉得我已经完全被台湾人接受 成为台湾人 所以对我来说台湾也不是借来的 我也是他们的一份 那台湾人怎么看港人在台湾继续他们的抗争 我觉得台湾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很支持香港人的抗争 然后他们也会体会到香港人的痛 因为他们自己也经历过228 还有一个很长期间的百岁恐怖 他们知道一个独裁政府 可以用一个怎么样的手段 去把人民灭身 然后人民要需要付出多少的生命跟时间 去把自由跟民主拿回来 那个组传拿回来 那所以我觉得台湾 大部分的台湾朋友是激起香港的 各位听众 刚才您听到的是对移民台湾的港人 台南绿餐厅 郭传居店主 钟慧沁女士的采访 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 感谢苏瑞尼亚 瑞丽和Fabres的技术合作 感谢您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 46岁的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 5月25号在宁尼苏达州 一名白人警察的膝盖下窒息死亡 所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潮 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的糟糕应对 这是周一下午出版的 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 该报表示 弗洛伊德事件 以及随后发生的抗议浪潮 不仅仅只是引发了破坏性的骚乱 这也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连任竞选之路 充满惊急 文章表示 弗洛伊德之死在美国引发了反对 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的新型抗议浪潮 参加抗议活动的人中 有黑人 有白人 有拉丁裔人 有男人 有女人 有政治上属于中右派的人 也有政治上属于极左派的人 他们不仅在像纽约 洛杉矶或西雅图这样的大城市 手挽着手 视为抗议 而且在许多小城市 他们也是如此 法国世界报还指出 此次的大规模抗议 不再是美国过去所经历的那样 只是在黑人居居区爆发 也不是只有反种族主义的斗士才参加 而是有着多种族的背景 各族裔美国人发出了同一个声音 他们不仅谴责种族主义行为 而且还喊出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 这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世界报在其社论文章中指出 这一抗议运动的自发性 也让其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意义 特朗普不得不在两个领域处于防守的状态 这两个领域 一个是新冠疫情 另一个则是种族问题 这两个领域都不是特朗普的强项 事实也显示 特朗普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管理都是灾难性的 一方面美国已经有11万人死于新冠病毒 另一方面特朗普甚至没有能力来承认 美国警察中存在种族主义的事实 更不用说 他还要面对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了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六被罢免 这也是世界报国际版面的一个内容 勒梅特撰写的文章的标题是 台湾选民们惩罚了总统的侵华对手 相关的文章写道 韩国瑜上升的有多快 跌落的也就有多快 在2020年1月份的台湾总统大选中 败给蔡英文的韩国瑜 于6月6号星期六又丢了他的高雄市市长的职务 这一挫折又进一步削弱了 主张与中国拉近关系的国民党 韩国瑜是于2018年11月当选为高雄市市长的 他是从民进党的手里把高雄给夺过来的 许多人分析认为 这次胜利是台湾政治生活中的关键时刻 预示着2016年当选为总统的蔡英文失败的开始 也正是由于这一成功 现年62岁的韩国瑜有时被称之为是台湾的特朗普 他随后克服了国民党党内对他的保留态度 并成为2020年面对蔡英文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但是高雄的选民们并不欣赏 韩国瑜将高雄市政府用作竞选国家层面领导人的垫脚石 6月6号星期六 42.14%的选民参加了韩国瑜罢免案的投票 韩国瑜被罢免 世界报的文章写道 在蔡英文第二任期正式开始后的三个星期 举行的这次地方投票 证实了国民党的困难 观察家们认为 韩国瑜被罢免 既由地方层面的原因 也有国家层面的因素 和支持与中国保持现状的蔡英文相反 韩国瑜主张与北京拉近关系 而中国则不承认台湾的独立 习近平主席也宣布 他不想将台湾的统一问题交给后代人来完成 星期间 中国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表示 北京不再指望国民党来实现统一 因此北京应该不会为韩国瑜这个国民党领导人的败北而感到悲伤 作为听众 以上是法国世界报真要节目 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 感谢收听 在考量到经济与政治现实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对于香港制裁最可能的选项是什么 夜话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今天所播讲文章的题目是 习近平的统一时间表是否会提前 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节目中已经介绍和分析过了 习近平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的表示 反向理解就是只要所谓的两岸融合发展 还没有被深化到习近平所期望的程度 那么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就不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去年1月还在他的那篇对台重要讲话里 特别强调了如下内容 两岸双方应该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 凝聚智慧 发挥创意 聚同化意 争取早日解决政治对立 实现台海持久和平 达成国家统一愿景 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 团体和人士 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 开展对话沟通 广泛交换意见 寻求社会共识 推进政治谈判 我们郑重倡议 在坚持久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两岸各政党 界别推举代表上人士 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 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 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达成制度性安排 广大台湾同胞 不分党派 不分宗教 不分阶层 不分军民 不分地域 都要认清台独只会给台湾 带来深重祸害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 创造广阔空间 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任何空间 言下之意 在中共当局的统一时间表里 即便是台湾的蔡英文总统 有和前总统马英九同等程度的 一中各表意愿 目前充其量也只是争取早日进入 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 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阶段 这个阶段的进程 如能随他习近平所愿 也才能开始进入下一阶段 即争取早日解决政治对立阶段 成功解决了所谓政治对立之后 方才是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达成制度性安排阶段 内部反分裂法的第三条中也说了 国家主张通过台湾海峡 两岸平等的协商和裁判 实现和平统一 协商和谈判可以有步骤 分阶段进行 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所以说应该看得出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 仍然还是把所谓的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 当成一个时间上较为长远的奋斗目标 此所谓光明前景 也就是说台海两岸的维持现状 还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至于这个相当长 大体上应该具体到多长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 已经说过 相信中共建国一百年前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应该是习近平的理想目的 只是没有把这个具体的时间 明确写进内部文件而已 不过习近平在他去年一月的 那份重要讲话中也还强调过 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 共义统一 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析问题 是影响两岸关系 行稳致远的总根子 这份被曝光文件名为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时间之外 政治言行若干规定 要求中共党员必须旗帜鲜明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范 其中提出19个不准 比如在任何场合坚持政治底线不能碰 政治红线不能跃 不准说不同意见 特别是不准发表偏离两个维护的言论 到任何低级红高级黑 不准点赞 不准浏览反动网站 不准收听收看 境外反动电台和电视节目 河南郑州一位前学校教师贾女士 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上述文件中 对中共党员做出的限制 明显违反了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该文件写明 不准擅自接受媒体 特别是境外媒体采访 不准利用工作中掌握的资讯 发布内部消息 不准以非工作时间为由 不理睬群众诉求 不准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同乡会 校友会 战友会等 文件不准党员散布 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 不准网易中央 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 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不准拉帮结派 搞团团伙伙伙 不准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等 前教师贾女士说 在理论上 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境内的一个社团 而不是最高权力机构 党它只能算一个社团 各个党派只能算社会团体 而宪法和法律是在各个党派和团体的上面的 据说党派和团体 不管你发布什么 但是你首先不能违宪 应该在宪法的框架内和法律的框架内 因为这个法律规定的 任何党派和团体不得凌驾于国家的法律之上 毕业于山东大学的王花敏是一位从事计划生育维权的学者 他对本台说 数十年来中共除了规范党员行为 连普通民众的生育权都被剥夺 共产党执政管起了天管起了地 管起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肚子 连生育权也给你剥夺了 在所谓的计划生育的时代 一胎的时代制造了多少的人间惨剧 这个也是历历在目的 他现在又告诉你你可以生二胎了 那么我们的肚子也不属于我们管理 所有的一切都是党来管理 有网民指中共在开历史倒车 把党员变成政治僵尸 这次山西上任刘婷对本台说 八千万党员自始至终 他们都是政治僵尸 党会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统统是政治僵尸 只不过现在他是做的是一种垂死的挣扎 他自认为危机来了 他自己党内也感觉到危险了 所以说他们进一步的 给党员一些言论上的控制 这个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6月5日刊发了上述消息 要求党员干部深刻领会准确掌握工作时间之外 规范政治言行的各项具体要求 并深入掌握党员干部八小时之外的思想状况 及时发现苗头倾向性问题 有针对性的做好教育引导 干部严格遵守政治拘律和政治规矩 坚决不触碰红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46岁的武汉人刘亚东 人在深圳一家教育机过程中 新冠疫情期间公司歇业 他趁机去了趟越南 刘亚东告诉本台他此行的原因 刘亚东在越南只待了一周 就决定要在越南从商定居 这个在刘亚东看来相对较好的国家 近年来在国际舆论界的曝光度不断提升 随着美中全方位的交恶不断有消息传出 世界产业链的一部分正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最近越南政治改革的传闻 又在中文社媒上火了一把 在推特上微博上乃至微信群中 不断有人以艳羡的投吻 提到了越南的几大体制改革 包括党内和国会采取差额选举 关于财产公事 公务员打破终身制 和建立西方式的工会组织等等 甚至有人惊呼 这些改革措施表明 越南的改革直追日本的明智维新 虽然这些论调在某种程度上 暗合了部分中国民众渴望变革的心态 但与越南的实际情况对比 却并没有那么让人乐观 越南共产党多年来逐步在党内开展差额选举 对中央总书记进行表决前 政治局对阮明哲和农德梦两个候选人 进行了内部测评 农德梦显胜 在最后投票阶段 候选人只有农德梦一人 并且最终全票当选 但这种近似于查尔勒选举的做法 并没有在此后的越共最高领导人选举中持续 这表明竞争性选举的机制已经进入了越共体系 但实行的范围还比较有限 越南国会代表从1992年开始实行直选 从2001年开始实行差额选举 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自由选举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 所有的候选人 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推荐的 都需要由越共所控制的非政府组织 越南祖国阵线审议通过 澳大利亚国防学院越南问题专家 荣修教授卡莱尔赛耶告诉本台 在国会每个人都要宣誓 较忠于越南共产党 忠于宪法 从政权的角度看 他们都是安全的人选 目前越南国会代表92%是越共党员 虽然国会选举从2007年开始就增设了独立候选人 但这些候选人有不少是与越共有紧密关系的企业家或知识分子 而且他们大部分在选举过程中 因为各种因素遭到淘汰 官员财产公示的做法也吸引了很多的眼光 越南政府早在2005年通过的《防止和反对谈务腐败法》中 就规定了公职人员必须公开申报财产和收入 自那一来财产公示制度经过了多次修改 这是2018年《反腐败法》修订 对财产公示做了更严格的规定 长期研究越南公务员制度的泰国学者唐维邦 告诉本台 这些法律规定还有不少的漏洞 公示制度的实施情况 并不理想 财产公示规定的验证范围非常有限 而且即使人们申报了财产 却没有相应的力量去验证每一项申报 我们可能感觉某些公示的信息是正确的 或是不是正确的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 与此同时 所谓财产公示并不像社会公开 而只是内部公开 这就很难让媒体和舆论 起到对公示人员的监督作用 陶卫邦还指出 即使是官员都公布了财产 这些数据是否直接用于腐败案件的调查 也还是一个疑问 越南官员的腐败问题 不但是国内政治的顽疾 也对外商在越南的投资造成困扰 在越南已经定居五年的中国商人阿雄告诉本台 在越南的中国商人中 公认的潜规则是 外商在越南投资 还是要靠送礼给官员作为敲门砖 据国际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公布的2019年全球青年指数 越南在186个国家中仅排名第96 越共总书记阮福仲 自2016年在越共十二大上获得连任后 越南加大了反腐力度 石油金融和公安等敏感领域 先后有60名高层官员 因腐败问题锒铛入狱 外界普遍认为这些反腐败 有派系斗争的痕迹 中国商人阿雄感觉 越南政坛的派系斗争 与中国不谎多让 越南更明显 实际更难看 走断更更直接 不限中国也紧会一点 外界也对越南政府改革公务员 中申志抱着浓厚的兴趣 认为这可能也是抑制腐败的措施 但这种兴趣却搞出了方向 越南国会的确在2019年底 修订了公务员法 打碎了部分公务员的铁饭碗 让他们从2020年7月1号起 实行合同制 受到聘用才能上岗 但这里针对的公务员 只是教师 医生和图书馆员 等公用事业当位的工作人员 泰国学者塔维邦指出 这种做法和反腐败 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使这部分的服务更加现代化 有更多的竞争 并进一步提高效率 同时呢 也减少公务人员的数量 在另一方面 越南政府于2019年11月 修订了劳动法 规定从2021年开始 越南工人可以自行组织工会 这是在越共控制的 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之外的组织 虽然这一改革在越南国内 赢得了激进的赞誉 但外界的反应并不积极 这部法律通过后 澳大利亚商会发表声明说 如果相关部门不颁布实施细则 工人的这一集会权利就难以实现 而近年来 随着工人运动的加剧 越南政府并没有放松 对工人维权的打压 2018年 劳工活动人士张明德 被越南政府 以企图推翻人民政府罪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至今仍在狱中 在下一期中 我们将介绍越南盛改 内部敬寒的张力 自由亚洲电台 王允华盛顿报道 如今的很多朋友 喜欢把小粉红民族主义运动 比作义和团 其实这两者很相似却不同 义和团的目标是宗教性的 或者说是传统的皇权主义的副产品 和现代小粉红的民族主义狂热 不是一回事儿 现代的民族主义起源于外来思想 也是学习西方运动的产物 虽然现代的小说等等文艺作品 喜欢把民族主义描写成是自古以来 但那只是现代宣传而已 并不是什么自古以来 因为自古以来 中国人的民族种族成分就很复杂 号召种族主义的政权 在中国基本站不住脚 蒙古人的元朝已经是极限了 清朝就比元朝更乖 几乎完全汉化 那么这种民族主义是怎么回事儿呢 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 会让人明白很多事儿 大家不觉得那时候的日本人 和现在的民族主义小粉红 就像照镜子一样吗 民族主义狂热到了要死要活的地步 而且完全不讲理 再回过头看看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那就和民族主义一脉相传 再联系到学习西方潮流 到了五四时代已经转变为学习日本 就可以知道两个狂热之间的传承关系了 现在的小青娘们恨不得自己有个白人的血统 在网络小说 特别是什么穿越小说里表现的比较明显 甚至把头发染成黄色 当不了真的 当一把假的也要过把瘾 这种思想潮流在上世纪初的日本已经流行 甚至有人号召到欧洲去换换人种 这和现在共产党说 中国人种就不配民主自由 可谓是义气同工 当然共产党的御用文人们使用比较巧妙的说法 叫做亚洲特出价值观 或者特色什么什么的 避免了种族主义的指责 也是从日本传来的 在五四时代流行的民族自卑心理 在共产党的全盘西化政策下得到了加强 为了吹捧自己超书对象的至高神圣地位 为了给自己照上一层不容置疑的光环 这些读书不求甚解的投机文人 为那个时代的思想界制造了民族文化自卑的心理 回想一下从五四到文革 充满报章书刊的杂烂孔家店 传统文化就是吃人文化的叫嚣 就知道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优秀成分 为什么会荡然无存 现在中国人的道德为什么会荡然无存 这些读书不求甚解的投机文人 根本就不懂他们要全盘西化的西方道德 和中国传统道德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不过一个靠宗教维持 也要靠比较纯粹的思想价值观维持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系 都是几千年来逐渐演化形成的 只能小幅度改良 而且不分人种民族 基本面都是相通的 一旦按照五四文人民的号召彻底砸烂 从头建设的是什么呢 就是回复到人本性的自私贪婪残酷和背信弃义 这正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写照 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 五四青年学习西方走向歧途的结果 读书不求甚解又极以得名得利的结果 必然是学习走向歧途 而这种所谓的热血青年选择的结果 必然是谁最会忽悠就选择谁 共产主义的苏联就成为很多五四青年的目标 在正确学习西方和大忽悠选择之间的较量中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苏联对中国内战的干预 起到了改变历史轨迹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不能否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 政治上的短视 加上所谓的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公立主义政策 丢掉了几次促使中国民主的机会 包括阻止中国共产化的机会 不是中国人自己不努力 而是文人们把国家和民族带到了沟里 西方的朋友们只是在看热闹 以至于后来才有了冷战 朝鲜战争和越南的牺牲 看来种族主义确实害人不前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樊东宁 美国国会近日通过了一项 和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类似的维吾尔人权法案 美国之音特别为您专访到 为此法案提供法律意见的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 维吾尔人权律师 图凯尔 Nurie Tuchel 请他来谈一谈 维吾尔人在新疆所面临的遭遇 包括2017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去极端条例 还有新疆的再教育营 是否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规范港人四宗罪的 港版国安法 以及港人所面临的处境 有类似之处 香港是否正在新疆化 维吾尔人的今日 是否就是港人的明日 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 同时也是美国人权组织 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董事会主席 图凯尔律师 Nurie Tuchel 欢迎您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好的首先想请您先谈谈 刚才在众院通过的这个维吾尔人权法案 当中提到了针对长期 监禁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 可以对他们实施制裁 那我们知道您对这个法案的通过 有很大的贡献 首先想请您先跟我们谈谈 这个法案的一些具体内容 和它的重要性好吗 首先我要赞扬美国国会 通过了这部具有历史性 实质性意义的两党法案 这还是第一次有外国政府 专门为保护维吾尔人 而考虑提出 并最后通过一项重要法案 我也想祝贺那些 在这一漫长过程中 支持这部法案的人 包括那些非政府组织 和我自己的机构 这部法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 法案文本在外交政策 国土安全和法律执行方面 做了十分清晰的表述 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就是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具体执行 这项法案只是美国总统依照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 制裁那些该为多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中国政府官员 另外 该法案也对美中关系 外交事务和外交行动政策中的维吾尔人相关议题 做出更新 第三 该法案也具体回应了 对深居美国的维吾尔人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保护维吾尔裔美国人 以及持绿卡的中国籍维吾尔人的利益与人身安全 另外 该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针对维吾尔问题的报告 最后 该法案也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报告维吾尔人被强制劳动的问题 以及维吾尔难民及政治庇护寻求者们受到的待遇 尤其是那些马上就要被遣返回中国的维吾尔人 通常情况下 能拥有如此高支持率的法案 都是那些与国家安全或自然灾害救援相关的法案 美国国会通过落实如此强有力的立法行动 向维吾尔人 以及其他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发出信号 让他们知道 美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 因此 我不管是作为个人 还是作为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 都对此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另外图卡尔律师 你也在演说中曾经提到过 现在在中国 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情 就像是这种所谓反乌托邦当中科幻小说的情节 也谈到了您的一些个人经历 能否借由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更多的了解 目前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当中 维吾尔人的实际的处境和遭遇好吗 在教育营的情况确实令人深感不安 在教育营的开建理念 运作方式及其演变轨迹 都让人不寒而栗 中国政府官员一直都公开宣称 他们这是在帮助维吾尔人 转变成正常人类 因此改造思想成了这一项目一贯以来的标语 虽然这标语听起来没什么危害性 但实际操作过程则是危害最大 这种思想改造基本就是文化灭绝的前兆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 依据基于事实的可靠研究文件和报告 被关注在教育营的维吾尔人 人数在80万到300万之间不等 对此有各种不同的数据 这确实难以精确统计 也难以具体核实 但这样的数据范围足以让人毛骨悚然 我举个具体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些数字有多可怕 华盛顿特区有70万人口 所以被关注在教育营的人 差不多是华盛顿特区人口的四倍 中国政府不仅以反恐 反极端 反分裂为借口 关押巨大数量的维吾尔人 它还通过制造恐惧 把整个新疆都变成一个开放式监狱 比如无处不在的监控 侵入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时它甚至专门派基层干部 入住维吾尔家庭 在不寝自来的情况下 突然跟维吾尔家庭 在同一屋檐下 一起睡觉和吃饭 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的一系列政策 和做法当中 最不堪入目的方面之一 就是对我们儿童和妇女权益的践踏 同样根据可靠的研究报告 中国政府强制维吾尔父女 与汉人男子结婚 另外他们还把维吾尔儿童 送进了各种国营 孤儿院 根据我们通过自由亚洲电台 拿到的报告 被送进孤儿院的维吾尔儿童数目 也是非常之大 这些孩子原本有家 有梦想 有正常生活 有父母的爱 但现在他们的父母 要不就是被带走 关押起来 要不就是被消失了 这么一来 中国政府也正好找到借口 把这些孩子送进国营孤儿院 他们建设了这些游戏 来建造这些游戏 来建造这些游戏 来建造这些根据 和维吾尔儿童数目 吾尔儿律师 根据您刚刚所讲的 其实让大家很多联想到 目前香港的情况 好像也很类似 因为现在国际社会 都非常关注香港的情况 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 新疆维吾尔人 正在遭受的细节 我们可以做一些连结 因为包括了 北京现在正在推行 而且人大已经表决通过的 这个国家安全法 港版的国安法当中 也提到了分裂国家 颠覆政权恐怖活动 跟勾结外部势力 这一些还有在香港警察 也都抓捕了 很多年轻的示威者 很多人认为说 目前的香港正在新疆化 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同意对香港 正在新疆化的评估与关切 因为新疆政府 也曾使用所谓的立法过程 将其对新疆的政治迫害合法化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 2017年4月1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公布实行 去极端化条例 将维族人一些 最经常不过的社会行为 标签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将之视之为极端主义的苗头 并借此条例 为今日新疆集中营的建造与管理铺平道路 这也就像是 有关香港问题的法规与条例 中央政府已有原本一套 可以规范香港自治的基本法 如果能够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条文去落实 大可以避免许多令北京自己头痛的问题 因此香港民众目前正在面临类似的情况 维吾尔人今日的情况 有可能成为香港人明日面临的处境 所以今天这个弱的状态 可能是香港的状态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文化清洗 这个字 事实上我们在泄露出来的 所谓的新疆文件当中 也看到中共在文化清洗 还有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上面 似乎是越来越倒退 也使得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 越来越恶劣 也就是我刚才提到 为什么在香港 在新疆 在西藏 甚至在台湾 这些问题都不断的接连加剧和恶化 这些问题你认为是否会导致 中共它本身政权的一个危机 美国跟国际社会 又要如何的来回应呢 图卡尔律师 对中共来说 对政治上的不同意见 有组织的宗教信仰 都是不忠诚的表现 所以在中共领导层的思想中 有一种零容认的心态 就是如果你有不同的政见 或宗教背景 用最强烈的措辞来说 就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 但是他们所制定的政策 不管是在维吾尔地区 西藏还是香港 都是基于认知 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威胁 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不管是在西藏 东突厥斯坦也好 新疆也好 还是香港 都是基于认知上的威胁 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威胁 所以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我之所以用文化灭绝这个词 是因为对于文化灭绝来说 身体上的伤害并不一定发生 当你看看那些 故意针对儿童和妇女的政策 故意破坏文化遗产 这符合文化灭绝的普遍定义 还有为什么要用集中营 这不是我们说的 也不是别人说的 而是中国政府就是这么认为的 在这些系统的文件中 他们中文用的是集中这个词 也就是集中营 而且中国的集中营的性质 和我们历史上看到的集中营非常相似 比如说集中营是基于政府的不安全感而建立的 是为了把少数民族 宗教上的少数人群 或者是政治上的异见人士关起来 还有就是那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 永远不会有上法庭的一天 这是在司法体系之外的 第三 集中营的被拘留者 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被释放 最后一旦他们被释放 他们永远不会被告知为什么被释放 也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所以所有这些历史上的集中营的情况 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政中的集中营 都与中国的集中营有共同点 好的那么图凯尔律师 您刚被这个佩洛西议长任命为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 跟我们谈谈您接下来的任务和愿景是什么 在今年出的年度报告当中 又会有哪些重点呢 图凯尔律师 我主要关注的是中国 因为中国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 中国上榜已经一年了 他们如果想从名单上被删除的话 就需要在宗教自由方面努力 我的工作重点将是 推荐中国的宗教自由 这包括促进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的宗教自由 维吾尔族 维族 藏族 天主教徒的宗教自由 所以这将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其实有宗教信仰对社会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中国政府认为宗教信仰是有毒的 是邪恶的 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精神疾病 就像他们看维吾尔族信仰的伊斯兰教一样 所以我的重点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也包括中国人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 所以中国政府需要尊重自己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 和他们的个人生活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这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新任专员 图凯尔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再次感谢您 谢谢 我是凡东宁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友您好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台北一周专栏节目 我是法广中文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 今天的题目是台湾为什么没有被国际列入第一波解封名单 欢迎收听 全球疫情逐渐缓和 好几个国家开始解封国际航班 这对国际贸易秩序的恢复跟经济的复苏是相当重要的关键 台湾上周开始就关切 日本解封国际航班是否会首先针对疫情控制良好的台湾 但意外的并没有日本第一波解封国际航班的四个国家是泰国 越南澳洲跟纽西兰 接下来相继解封国际航班的有澳洲 纽西兰 希腊等国家也都没有把防疫优等生台湾纳入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看法是各国解封的考量因素 第一是疫情 第二是平等互惠跟互信的原则 最后一个就是政治因素 他认为台湾没有被各国列入第一波解封名单 政治因素大于前面两个因素 台湾一直自认是防疫优等生 对外宣称台湾模式成功 到目前为止只有七个人死于新冠肺炎 因为几乎都没有社区感染 因此岛内各种管制措施正在陆续解除 民众正逐渐的恢复正常生活 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 不是应该尽快跟他恢复国际航班往来 促进经济的繁荣吗 针对这件事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 台湾尊重各国的自身考量跟做法 不会影响台湾官方对这些国家解封的考量 他说 疫情指挥中心会持续就全球跟国内疫情情况 做完整的专业评估 而外交部会根据这些评估 跟相关的国家持续讨论最佳的政策 再研议相互开放的时机 不过台湾的在野党就没那么客气了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林维州认为 实际上外国是否对台湾解封 跟台湾对应的措施也有关系 就有越南的台商反应 来台湾要检疫14天 回去又要再检疫14天 会影响双边恢复交流的意愿 如果希望对方开放 台湾也要释出善意 并且对开放后的检疫 有具体的配套措施 他强调 涉及国家边境开放政策 必须由外交部主导 但目前看不出来 台湾外交部有积极跟他国谈判开放的迹象 别的国家为什么要对台湾解封呢 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钟嘉宾 则帮疫情指挥官陈时中解释 他说陈时中所指的政治因素考量 未必是指中国施压 而是台湾的防疫尚未解封 国外要开放他国国民入境 基于平等对待的原则 势必不会把台湾列为优先开放的对象 但是以上这些都属于政治角度的解读 另外医学专家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陈秀希认为 新冠肺炎蔓延全球 不少国家民众都接受核酸检验 人数众多 以冰岛为例 累积大量的检验报告 就能够透过数据确认患者逐渐康复 而且境内感染率低 相较之下台湾感染的风险低 核酸检验的数量相对也比较少 有不少国家是以核酸检验量跟检验结果 作为评估开放他国入境的依据 这么一来台湾当然就聚于劣势了 台湾疾病管制署前署长苏毅仁也强调 台湾裁检对象是确诊者跟接触者等高风险者 因为岛内疫调精准 有本钱不漏接感染者 但是这种裁检的模式 没有办法证实台湾的社区 完全没有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他建议台湾官方 要在北中南各找一个地方 做2000例裁检 透过数据 让国际了解台湾社区的安全性 他强调说 科学就是没做的就不能下结论 不过台湾医学界也有人认为 这纯粹是政治的问题 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 黄高斌认为 各国第一波解封名单没有台湾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这些国家 可能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 包括直接施压 以及割舍不掉中国大妈 强大的观光消费能力 第二是这些国家 本来就跟台湾比较少经贸往来 没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将台湾纳入解封的名单 至于台湾的舆论界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台湾媒体分析指出 台湾民众正在期待6月7号全台大规模解禁 风卫专家不断提醒 人类对抗新冠肺炎的战役 至少还需要撑一年 台湾应该把关爱的眼神移到边境松绑 但是指挥中心却总是慢半拍 连解封风险的分类都是千呼万万使出来 至于优先解禁商务履约入境新制 更是指纹楼梯响 分析指出 进入后疫情时代 指挥中心的重心仍然放在防疫 并没有积极的争取跟各国交流 一面将邻国列为高风险国家 以严格检疫措施逼退万籍人士 另一方面却希望对方把台湾加入第一波的解封名单 我与国之间的交流正在双边互惠 台湾真的做好准备跟规划了吗 媒体又指出 台湾这段时间的防疫成效 虽然很难得的获得了国际肯定 但随着疫情趋缓又回复到实力外交 当各国重启国际交流的时候 台湾再度消失在各国解封的首选 一夕之间 有如灰姑娘过不了12点的魔咒 打回原形 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台湾舆认为 随着疫情趋缓 台湾的外交部至少要积极争取 适时跟其他国家互相开放边境 才可能得到他国的相应 以上台北一周专栏节目 今天的题目是 台湾为什么没有被国际列入第一波解封名单 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收听 记录中国 知情就是力量 深度丈量中国社会 这种朋友 你好 这里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主持人许光 欢迎您的收听 世界看实力 但是不能不论公理 理一点此 国之四伪 做到了这四点呢 就可以成为大国了 无论什么国家 可见的事实是呢 金字塔尖的人呢 试图设计某种文明形态 以统一人类的行为 而当前种种迹象表明呢 这种设置的本质 只是看看谁更具普世性 无论是共产主义 还是所谓的西方的自由主义 那么以及啊 在必要的时候 谁的这个流氓性 更能以正确的姿态出现 并为大多数所接受和服从 当民众不再关心啊 家国大义 或者不再被允许讨论政府的恶 当他们沉溺于网络的声色权码 当坐牢都不再是一种恐惧 都不再是一种羞耻 那么国家和民族就成为了伪命题 2020年5月初 一位媒体人士啊 在他的社交平台上 就写下了以上这段话 就在这段文字发出的时候呢 在中国广西 有一个叫做周立奇的年轻人 终于走出了监狱 四年前呢 周立奇因为盗窃这个电瓶车 而被判有罪 那么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 因为盗窃而入狱了 为了避免守候在这个监狱大门外的 这个媒体的长枪短炮这些镜头啊 当局啊 可谓是煞飞的一方苦心 周立奇呢 几乎是秘密出狱的 周立奇的确是一位 这个明星级的前囚犯啊 在中国互联网上 以他的形象为主要表达依据的海报啊 铺天盖地 各种电影大片的男主角的脑袋啊 就是被剪掉了 换上了周立奇的脸 那么四年前呢 一段疑似从公安内部流传出来的 这个短视频呢 刷屏了中国读者的手机 这个周立奇啊 被单手靠在一扇窗户上 操着典型的啊 这个广西普通话 摆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 说道啊 没有钱用啊 只有这个偷点电瓶车 才可以维持得了新活 这个样子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是不可能打工的 哦呦 里面各个都是人才 超好玩的 我想呢 有心的听众啊 应该对这样的一番话 应该是印象深刻啊 那么在此之前呢 周立奇已经因为盗窃啊 三次入狱 那么或许啊 人们之所以啊 关注到这个人物 仅仅是因为他颇具喜感的表情 和这个广西普通话这个语言 人们纷纷表示啊 这是一个可爱的贼啊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 周立奇都是网红级别的人物 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相当大气的网名 窃格瓦拉啊 窃啊 当然是盗窃的窃 四年之后呢 中国网络在周立奇身上 所表现出的宽容啊 让人大颠眼镜 一大批自媒体公司蜂拥而至 包围了这个周啊 位于广西的老宅 更有其家人表示呢啊 其中就有公司愿意出价 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民币 对周立奇进行包装 在一个流量 就是金钱的这个全民娱乐的社会里啊 周立奇对很多人来说 显然变成了摇钱树 看着这场全民娱乐盛宴 有学者就感慨 武汉女作家方方 因为在美国出版疫情日记 被全民声讨 成为全民公敌 而一个偷电瓶车的毛贼 却被高度包容 国之思维何在 礼仪廉耻何在啊 这位学者怒道啊 难道这就是天朝盛世吗 但是这样的声音啊 很快被全民的狂欢掩没 人们对礼仪廉耻 似乎失去了兴趣 而周立奇呢 在媒体面前也表现的相当紧张 毕竟啊 作为一个底层的屌丝 四年的牢狱生涯 他还需要适应一下 他还是不敢直视 网民的这种拥戴的 从出狱至今呢 周立奇啊 更像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 深刻反映着中国的网络现实 那就是闭上你的嘴 闷声娱乐巨霸 事情的发展一再突破三观底线 就连这个曾经母产十万斤的人民日报 也看不下去了 该报撰文怒批道 争抢不打工的盗窃男 争相与其签约的这些公司 病得不轻啊 是的 事实是这位超级网红啊 三天之内涨粉一百七十七万 并且呢 曾一度传出啊 周立奇最终以一千五百万的天价 与四川一个叫潘辉影视的网络公司 签了合同 中国人历来从上的礼仪廉耻啊 在这场商业的卷珠中啊 一窥千里 虽然有传言 这一签约行动并未付出实施 然而 中国一个叫做指尖教育帝国的头条号评论道 客观的讲啊 人民日报的评论还是比较到位的 这个切格瓦拉的个人经历 以及扭曲的三观的形成啊 值得人们去做更深刻的追问 然而这种深层的探索啊 做起来呢 就显得很费劲 以至于呢 无人去做 网红经济公司呢 以这种低俗 媚俗 恶俗的内容 来吸引这个人们的眼球 无非呢 是以最低廉的成本 获得更高的流量加持 而为了利益 完全可以没有底线 这才是令中国人感到悲哀的 那么这面乡呢 作家方方正在这个遭受全民的声讨 打倒方方的大字报 在网络上肆无忌惮的疯传着 亲美低俗 跪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改革开放的副产品等字眼 从金灿荣的嘴巴里说出来 从顶级科学家张伯李的嘴里说出来 瞬间呢 就变成了核聚变这样的能量 在坊间啊 炸裂开来 张伯李院士呢 在一次讲课中 直接点名批评方方 称他的日记啊 夸大事实 虚假斗战 而就在这一星期释放的当晚 那个偷电瓶车的周立奇啊 切高瓦拉 这个网络热门呢 这个排名啊 在中国互联网上 居然排名前三位 5月13日呢 方方就发微博了 要求这个张伯李道歉 然而 当一种矛盾几乎上升到 敌我矛盾的高度的时候呢 法律就已经成了摆设 新华社等国有媒体 迅速转发张伯李的论调 以示支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方方诉诸法律的可能呢 将变得极其的渺茫 那么就有网友 就为张伯李院士啊 打抱不平了 方方竟然逼着一个 72岁的老院士道歉 你还有一点廉耻吗 一份填膺的人们刷屏着切格瓦拉 收获着垃圾信息快感的同时 义正言辞的质问道 听众朋友你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记录中国栏目 我是主持人许光 那么这个方方啊 本来其实可以将自己的希望啊 寄托于更多的 又轻世事分子的深远 然而呢 现在的中国是全民皆左呀 那些曾经在中国互联网上 这个一呼百应的右倾公知们 早已经失衡遍野 偶尔有人在自己的微信上 出于不愤 说上两句 也很快难逃被删贴消耗的命运 北京时间5月14日啊 以主持实话实说栏目 广为中国观众喜爱的前央视名嘴 崔永元先生就宣布 自己的微信竟然被永久的封号了 而微信运营商腾讯啊 给出的封号理由是 该账号涉嫌诈骗 崔永元怒不可恶的吼道啊 你大爷的 到底谁在诈骗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 封禁信息显示啊 小崔的账号被设置为永久不能解封 是的 微博头条号上几乎没有了工知的一席之地 在这样一个局面下 若想为方方讨还公道 何其艰难啊 当然了 这样一个局面 若放在十年前 那也是断然不能想象的 那么准确的讲呢 切嘎瓦拉现象啊 这个是指多次犯错 而仍不知悔改 却因为其特殊的精神 而走红网络的一种现象 这个网民啊 非于劝学就说哈 切嘎瓦拉现象至少包含了三个重要因素 值得被社会关注 那么第一呢 就是这个周立奇啊 犯错啊 就是投电铃车 第二呢 是屡次犯错 屡校不改啊 三次入狱 那么第三呢 就是网络热捧 这三个要素啊 缺少任何一个都不可能产生切嘎瓦拉现象 而热衷于网络管控的当局啊 是否也应该检讨一下 这种扭曲的价值观 将对亿万年轻的中国网民 产生一个怎样的不良示范效应呢 在方方和他的支持者们啊 纷纷遭到消耗禁言的时候 中国的年轻网民还有可能获得真实的信息吗 是什么让周立奇在文人默克的嘴里变成了精神领袖呢 一位中国互联网分析人士就说的啊 从网络热捧的角度来说 这个周立奇啊 被称为精神领袖至少折射出三种社会心理 那么第一呢 反映出人们对打工者艰辛生活的角色认同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啊 人们不仅仅啊 会从个人的成就中获得认同感 也会从同一群体的其他人那里得到认同感 那么部分网民对切格瓦剌的认同 其实并非啊 是对这个其盗窃行为的认同啊 其实主要是对其这个底层身份的认同 毕竟中国有三亿的农民工 但是呢 其不良的示范效应啊 却被选择性的忽视 那么这种是非概念啊 被完全的忽略了 在全民娱乐时代 在那么这个是非对错啊 变得不再重要 想想看当罗永浩王石董明珠 这样的实力派大佬都开始直播带货 并且获利颇丰的时候 人们当然不会有时间去思考方方日记的内涵 让你失去思考的能力和时间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永远活在生计里 这是我们前段时间自由亚洲报道的那位国马哥陈少天 写的这样一段话 他还写道傻叉人太多呀 千万别出生啊 那么第三呢 当然就是一种驱众心理的哈 当前的中国网民活在这个信息碎片的时代里面啊 高密度的信息轰炸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 以盛世天朝为主色调的主流声音呢 造就了一片繁荣 也牢笼了思想的边界 那么其实啊 方方的这个支持者还是有的 虽然这个示威了啊 然而还是没有死透 工人提出核弹备战论的环球暴戏总编辑胡锡进啊 被人扒出其子居然是加拿大国籍 这同样是一个核弹量级的消息啊 就像当年的司马南 将其设置为一个老婆孩子都在美国的BB小人 似乎啊更容易打倒他 然而估计从事不再动效 胡锡进啊立马跳脚大骂 必然只有一个女儿 且在北京上班妥妥的中国籍 谁给我弄出来一个儿子 是混血的还是纯种的呢 你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在若干年以后仍然没有熄火 但是呢 北京一位大学教授就说了啊 如果右倾知识分子继续沿用谣言围剿 为反而反 必将最终啊彻底的失去市场 那么就在截稿前呢 谢格瓦拉呀 这个以正能量的姿态出现了 哎 网民们就写道啊 大部分的人迷失在了精神归宿的星辰大海 然而周立奇却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归宿 所以大众称他为精神领袖 我喜欢他这样的人才 说话又好听 挺符合当代打工族的心声 可是呢 这句话呢 却让一些人呢 感到后背发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句话的背后 是中国大约三亿农民工 人们如果尚能吃饭 或者他们还可以娱乐 埋头的娱乐 但当这些人失去了果腹的可能 他们今天对周立奇的追捧 或将很快的投射到这个现实当中 当这个社会变得不分善恶 当中国只能有一种声音 失去了方向感的年轻人们 就绝对不仅仅是偷一个电瓶车了 因为有一个网民就说了啊 谢格瓦拉活出了真实 说出了无奈 他的叛逆何尝不是我们的无奈呢 希望中国当局也能够思考一下 好了本次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 记录中国 知情就是力量 深度丈量中国社会 亲爱的收听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主持人许光 欢迎您的收听 大师满街袍 狗都不爱愁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 这是一个骗别人骗了一辈子 自己都深信自己是太极宗士的马宝国的时代 终于有一天 有一个武夫用最原始的方式打通了整个中国武林 也给当局那些利益相关者迎头一击 他就是徐晓东 从徐晓东踢管中国伟大师的那一天开始 人们越来越发现 这似乎已经不再是用拳头可以考虑的问题了 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武术文化 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 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命题 光明顶上那护国义和团和小粉红们 把徐晓东的铁拳看作是毁灭我中国优秀国粹的别有用心 美帝收买的走狗特务等等等等 可谁又曾在还原太极掌门人马宝国这个明显的骗子 纵横中国传统文化市场的时候 基于对国粹的保护而果断出手呢 马宝国活在自己编造的大事梦里 那些辱骂徐晓东的义和团和小粉红们 何尝不是活在一种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你呢 当上海体育局母女局长趾高气昂的威胁徐晓东的时候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可不是一个顺场 据说啊徐晓东登场怼晕了这个官员 令其花容失色呀 耿子年的五月初夏正在中国当局为疫情数据苦恼不已的时候 一场堪比耍猴的闹剧在互联网上紧喷了 这成功转移了人们的焦虑也算为当局解了围 五月十七日一个号称还原太极掌门人的人 被一个业余的自由搏击爱好者仅用三秒钟就KO了 当这个骗子眨着肿胀的右眼为自己的丢人现眼辩护的时候 他当然不会想到随之倒下的还有中国人对武术国学的信仰 我轻敌了他偷袭我年轻人不厚道 作为一个资深跑江湖的嘴硬是必须的 这残酷的三秒KO看来还没有完全把他打醒 前有被自由搏击爱好者徐晓东差点捶傻的太极雷雷 后有武术家马宝国跳舞的舞呀 这只能显示中国的武林已经不再是金庸先生笔下的那个事件 而是充斥着商业炒作 稀释道明的堕落的戏场啊 一位曾经担任武术国际教官的 一位友人对笔者就感慨道 问题是普通民众不能辨别身伪啊 太极雷雷和武术大师马宝国 他们的行为毁了太极的招牌 张三丰大师权下有知的话 是会踢翻棺材板地 尽管这位曾经担任武警教官的友人不断的强调 太极雷雷和马宝国充其量是骗子 他们不能代表中国传统的武术 然而可悲的是 网民们已经崩溃了 各种传统武术被讽刺的视频 一夜之间刷屏了抖音和头条号的新闻平台 而更可怕的是 这种崩溃的更深层次的后果 是国人整体的对传统文化信仰的崩塌 曾经就有悲观的评论认为 中国人没有信仰 至少没有趋于全民一致的信仰 这当然是错误的 中国人的信仰是除夕夜的饺子 是天人合一的老庄孟子 当然也包括了金庸先生的侠客 然而现在骗子们以大师的身份被击倒后 中国的年轻人们彻底的迷茫了 我们还能再信任什么呢 于是公安的诗呀 文人的批判就涌现了 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个徐晓东继续打假 他说啊 他就是要把这些披着大师外衣的武术界的骗子们 八个金光 即便这些年他的行为已经得罪了整个的中国武林 他也要打下去 而真正的大师却迟迟不肯出手 哪怕是把徐晓东点数击败呢 也算是一种颜面的捍卫吧 一个虚假的江湖终于土崩瓦解啊 这更像是多年前啊 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 当时网民专门写来讽刺中国的军事肌肉的这么一个段子 是这么写的 平时看着花拳修腿特别威风 但近期没见征服过谁 那么其实呢 这样的一个段子也很好地诠释了中国的伟大师们 就像太极雷雷 在擂台上差点被徐晓东捶风的他 当然不能解心头之恨 首先他不承认自己被别人征服了 那是因为啊 他还有一个办法为自己辩护 什么办法呢 诅咒 大家应该还记得啊 当徐晓东在河南一个人挑战四个人的时候 当他满脸的血啊 这个照片被放到网上以后 44岁的太极大师雷雷通过社交平台啊 连续发布了多条的动态 尽管他当时呢没有提起徐晓东半个字 但隐隐约约还是让人们能感觉到他的旁敲侧击 雷雷就写道 中国人大都相信因果啊 万法皆空为因果不空啊 那么雷雷就在这些文字的下面吧 配发了很多的交通意外以及人为事故的视频合集 有网友就说啊 哎呦看了以后啊令人毛骨悚然啊 而这段话被认为啊就是这个雷雷啊在给正在养伤的徐晓东的落井下石 是恶毒的诅咒 这几乎就是泼妇骂街了 听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录中国栏目 我是主持人许光 想想看当武术大师们沦落到靠诅咒自己的对手 为自己解恨的地步的时候 中国的年轻人还指望什么能继续信仰这国粹呢 他们当然没有耐心去分析徐晓东垂扁的的确只是骗子 是披着无数大师这个外衣的骗子 而真正的高手或许不屑参与这种争斗 就像那个多年来已经斩获无数啊 国际搏击比赛奖项的一龙 当徐晓东前往河南校正的时候 他的态度就俩字不见 要知道一龙是在搏击擂台上打出来的 他可是有真功夫的 他不是雷雷也不是马宝国 他完全有能力为中国的武术界挽回掩面 但是呢他就是避而不战 那么对于这种避而不战呢 他的理由是不给徐晓东博名炒作的机会 那么实际上啊 对徐晓东的批判和质疑也一直不绝于耳 徐呢就频繁的提管这些名师大师 被认为是美国颜色革命的一部分 这些人啊振振有词的写道 徐晓东肯定是透过美国颜色革命的经典手段 就是灭掉偶像 让国民丧失信仰和民族认同感 你看这个事情一旦上升到了政治争斗的高度 理性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 是的政治的对雷没有对错 只有输赢啊 他们眼里的偶像难道都是太极雷雷 马宝国这样的假货吗 徐粉们曾经试着啊努力的反驳 但这样的声音连同徐晓东的社交媒体 一起被干掉了 也就是说啊 徐晓东的微博 头条号等等全都被屏蔽了 这样的力量显然是来自当局的 如果徐晓东真的接受过美国的任何支持 他现在应该早就已经在监狱里了 把人民的内部矛盾有意引导为敌我矛盾 背后利益集团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啊 网友们就这样写道 除了太极雷雷和马宝国 还有一个不能被人遗忘的名字 就是那个电焊工人 自称李和腿的创始人田野 有评论就认为啊 这三个人的没脸没皮的背后 可能啊是巨大的商业利益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比如马宝国被三秒KO以后呢 就有人揭露了 马宝国登台的这三秒钟时间 竟然获利高达二十万元人民币 同样的徐晓东其实也曾经面临类似这样的质疑 但徐晓东能走到今天 显然要归功于他的道德制高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豪言壮语 我就是要为中国武林清除害群之马呀 如果没有这样的道德制高点 徐晓东可能早就已经因为寻衅滋事 被关到了监狱里 当局恨得牙痒痒 但是面对民意呢 也只能隐忍 就在上周啊 徐晓东在一次推特直播里就透露 自己曾经啊 被一个上海的女体育局长威胁 对方就称了 整个上海体育界都是我的 你别在这里闹事 这话呢 听起来是很幼稚的官微 实际上 背后隐藏着为假货站台的傲慢 徐晓东就说啊 他当时就拍了桌子 把这个女官员啊 吓得是花容失色呀 然而徐师打假 在中国那块土地上 显然是动了利益集团的奶酪地 有一段时间 徐晓东被扣上了各种 诸如美帝走狗特务的帽子 而且啊 他居然官司缠身 什么意思呢 就说有大量的人啊 突然密集的起诉徐晓东 那么这导致呢 徐晓东甚至一度被列为 限制高消费的黑名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徐晓东啊 无论去哪里啊 连高铁都坐不了 更甭提飞机了 他只能依靠啊 坐这个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奔跑在中国的那块土地上 穷尽一切手段 遏制徐晓东的发展 就成了当局和利益相关者最大的心事啊 当代国学大师南淮景先生呢 幼年学文 少年习武 青年呢 就佛道兼修 先生一生致力于国学的复兴 他在一次讲课的时候就曾经说啊 一个国家不怕亡国呀 就怕文化亡了 文化亡了是当前最大的国民危机 当然这个国学和文化的内容 也包括了太极武当少林拳和八卦掌 然而当伟大师们横行在中国 缺少辨别能力的国人 还如何指望国学精粹的复兴呢 一个大傻子带着一群小疯子自娱自乐吗 徐晓东无夫忧果 他用最原始的方法拳头表达着 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对伟大师们的不屑 换来的却是当局的消耗禁言以及种种的限制 那么这种对徐晓东的步步紧逼 其实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力的野蛮和无知啊 在这种情况下 徐晓东们还能走多远呢 徐晓东的拳头啊实际上是打通了当局的脸啊 在经济挂涉的那些年 当局人为放纵了绝世神功变满华夏 那么这个一会被称为英雄 一会被骂为亲美汉奸的徐晓东呢 他的每一次踢广的成功 其实都是对当局的迎头痛击啊 稍微清醒一点的人少加思考 其实就可以发现 时下的中国啊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可就在前不久 很多的问题就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了 比如说在两会期间李克强就承认 中国啊至少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人民币 他说在稍微大一点的城市连租房都不够 这和此前当局宣传的全民脱贫的战果有着鲜明的反差 而各地楼市也被曝光价格暴跌 在这一局面下其实啊人们的焦虑是井喷的 而马保国和太极雷雷这种伟大师们则趁机浑水摸鱼 以爵士神功的名义捞钱捞名声啊 就有内行的人讲了 马保国三秒被KO得款二十万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连灭还算个屁啊 因为中国网民就曾经说的 这个比摆地摊可是来钱快多了 是的如果不是徐晓东的铁拳 假大师们将继续横行 人们在谎言套着谎言的盛事里被愚弄或者是自我愚弄 有人就说啊徐晓东是莽撞的 他伤害了整个中国武林啊 那么至少呢也摧毁了国学的精粹 那么这类观点我觉得啊就认为这实在是属于这个自我愚弄的范畴了 而耍猴大师马保国疯狂诅咒的小雷雷当然不能代表真正的国学精粹 难道选择看不见就能让假的变成真的吗 无论如何 徐晓东已经是一个时代的标记 他的标本意义恰好就在于激发了广泛的民众的觉醒意识 至于那些假大师们捶了也就捶了吧 如果那扑面的铁拳仍不能让这些伟大师们醒悟过来 如果那么中国的国学大师仍在选择沉默 人们也只好独善其身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